大家好,在这次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冲突当中啊 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治安战 就是在占领一片地区之后 占领军呢就要和当地的游击队斗智斗勇 这种仗啊就打得人特别头疼 打到最后都不会正常打仗了 咱们看治安战好像呢就是对付一些乌合之众 不应该不好打 但实际上呢在现代战争当中 治安战的难度非常大 而且带来的附加危害也很大 所谓治安战啊就是在占领区维持社会治安 消灭占领区的抵抗组织 在古代呢不存在治安战这个概念 因为那个时代占领一片地域之后 一旦有抵抗通城呢都会选择屠城 另外呢这些抵抗组织能生存的土壤 就是平民支持 而中国古代统治者呢最常用的是戍边和移民 等于釜底抽薪彻底剥夺了这个游击的基础 然后呢以大量人口填充 彻底呢对地区的人文环境 进行换血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呢因为连年浩大喜功 优质兵员梁家子已经消耗殆尽 只能用罪犯和恶哨 那也就是这个年轻的混混们去打仗 在这个罪犯军团的帮助之下 汉武帝把汉朝的疆域扩张了一倍 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新的领土 一旦占领该地 马上呢就从内陆地区大量调入生产建设人员 在当地呢这个啃荒建筑 然后形成堡垒 你像河西四郡就这么发展下来的 这些人员呢一般也都是罪犯贱民 正常百姓没人愿意去 因此呢班超就评价西域汉军皆非善类 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啊 这个各处呢也是山头派系林立 对朱元璋扬奉阴为 为此呢这个太祖也是从山西南部 强制抽调大量人口到各地填充移民 所以咱们看现在每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到这红铜县大槐树认祖归宗 就是因为这个红铜县当年是人口大县都被专章给调走了 到了这个近代以后 因为各国都有了文明的概念 随便对占领区展开屠杀会引来很多麻烦 另外呢人口也是一种重大的资源 如果都杀了那占领土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占领军必须要打治安战和抵抗组织进行周旋 因为这样的冲突啊一般规模都比较小 如果让正规军上的话呢就属于牛刀杀机 所以呢进攻方就组织了众多的治安军 你比如说抗日战争进入到相吃阶段以后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军已经没有兵力再对中国纵身展开进攻 于是呢就将作战重心转向了对占领区的所谓治安肃政作战 执行这些任务的部队一般呢就属于丙种师团和丁种师团 也叫治安师团和甲种乙种师团比呢 治安师团没有配备骑兵连队和炮兵连队 火力和兵力呢也大打折扣 同时期德国也在东线组建了大量的保安师 这些保安师的任务就是青角游击队 镇压占领区的抵抗组织 由于呢在野战军的后方行动 他们的装备啊要比这个野战部队差很多 有些保安师连这个重武器都没有 得优先紧着一线野战部队用 这样呢这个被阉割之后的这个军队呢 基本上就丧失了攻坚能力 野战能力呢也很差 加之和游击队战斗都是人数少 烈度低 常年在这种环境之下当差摸鱼 那他们那点所剩无几的战斗力 也就跟着慢慢退化了 日本在44年发动玉香桂会战 初期进展顺利 一线部队的兵力跟不上 即便是这样呢也不动用这些个治安师团参战 只是把他们扔在后方 以小队为单位维持治安 二战末期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驻守东北的关东军早就由皇军之花 变成了皇军之渣 只剩下了这些治安部队 结局不难想象 一窥千里 等到日本投降之后 这些人呢又被苏联人俘虏 带到西班牙的战分营做苦工 德国的保安师也一样 都是些御敌无方 扰民有数的杂牌军 二战末期东线游击队 得到比较充分的补给之后 他们就连游击队都打了过 1944年波兰人在华沙发动起义 德国人派了一个保安旅去镇压 波兰人的起义是仓促行动 武器弹药也都是来自黑市走私的 数量也并不多 保安旅的纸面优势是相当大的 但结果呢 三千多人一个旅 打了一个月 只剩下六百多人 要不是最后波兰人因为弹尽粮绝 主动投降 估计这几百万号人呢 也剩不下来 打治安战除了用自己的军队之外 进攻方呢还倾向组织当地人 负责当地的治安战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伪军 比如说日本人在华北 一边组织治安师团 一边呢组建伪军 华北治安军 任命北洋时期的直系军阀 旗械员担任司令 这支部队的造型很值得一提 旗械员的儿子在意大利留学 他就让儿子带回了意大利的军装和资料 又根据中国人的体型 设计出了自己的军装 于是在其他中国军队还在用旧式军装的时候 华北治安军的军装已经是义式小翻领 成了最洋气的部队 但是战斗力啊就别想了 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打什么像样的战斗 其实啊到了现在 长期投入治安战也会拉低军队的战斗力 美军在本世纪初成立了青庄旅 用于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治安战 后来这些旅被调回国参加对抗演习 发现输得特别惨 因为经历长期治安战以后 会让军官和士兵养成这个思维定性 比如不重视后勤 因为驻地附近都有粮食 警戒的时候呢 喜欢挤承密集队形 防止留机队偷袭 再有呢对青角建筑物有执念 不注意情报保护等等 这些毛病在大兵团作战里边 就是兵家之大忌 2014年乌克兰军队就吃了这样的亏 美军打治安战的时候 当地武装很喜欢在桥梁上装炸弹 美军巡逻车队一上桥就挨炸 所以美军总结说的教训 就是遇见桥先检查有没有炸弹 并且排成密集队形防偷袭 后来这个乌冬战争爆发 乌军一支部队开拔到时候碰见了大桥 听美军顾问的话 先停车排成密集队形防守 并且要检查安全隐患 结果没有检查完 就被乌冬伪军的炮火覆盖了 影响军队战斗力之余 治安战还会给占领一方 带来极大的道德争议 因为打别的国家 你得师出有名 哪怕是日本德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 也得说什么大东亚共荣 或者民族解放 但是打着这样的旗号 进行屠杀的事 这在舆论界怎么说都是丑闻 当初日本在中国频频制造惨案的时候 日本国内就有一些正义的媒体 站出来抨击日本政府 只不过整个日本社会 都处在野蛮和魔政当中 当时这些媒体 没有取得多大的社会反响 要是文明国家遭遇这些舆论抨击 就更难办了 越南战争的时候 南越警察局局长阮玉兰 在街上处决北越上尉阮文林 这张照片被美国记者拍下来 传回国内 阮文林是潜伏到南越 从事间谍行动 杀了不少阮玉兰的家属和手下 而观众不了解前因后果 只看见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 在枪杀贫民 立刻就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战运动 在越南的美军 一边要跟北越游击队斗智斗勇 一边要面对国内民众的质疑和指责 最后他们灰溜溜的退出了越南 和那张照片有很大的关系 阮玉兰将军后来移民美国之后 也被迫改名唤姓 不敢见人 而且遇到人之后 经常会遇到别人的指责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软玉兰 为什么要杀这个阮文林 根本就不知道 总的来说 治安战的影响有百害威力 任何国家都是尽量避免打治安战 但是有些时候出于多方面的必要性 明知道这是个硬骨头 也必须要啃 就像以色列这么多年 一直跟哈姆斯尔打治安战 他们自身肯定不想打 但架不住哈姆斯尔总拿人体炸弹炸他们 因此这仗又不得不打 好了 关于历史上的治安战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